抓辣条的时候却不小心直接被反咬了一口 用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气从手指上拿开 枝头发现的漂亮原机 精准的弩弓射击也是解决了一天的食物问题 然而辣条的毒素又是否会发作呢 新一天的来临 虽然腿妹才刚刚搬迁到全新的区域不久 但是连续两次的骚扰 却是不得不迫使自己再次地离开这刚刚建立而起的临时基地 收拾好所有的行李 带上制作好的狩猎装置 为了自身的安全以及辛辛苦苦捕获到的猎物不再被抢 腿妹再次地开启了全新的旅程 一直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小黄已经肉眼可见地长大了不少 自己必须逃离那些坏人的视线 否则就连她都有可能会成为被偷盗并宰杀掉的事物 不过此次的牵移腿妹并不需要耗费力气重新寻找定居地 之前用于设置陷阱捕获山鼠的这处天然洞穴就刚好合适 她不但拥有顺畅的通风天然的遮挡 就连蛇鼠虫以这里貌似也少得可怜 否则自己设置下的陷阱不可能经过了这么久都毫无收获 依然还是要将地链进行简单的整理 在找坪的同时也能将可能会存在在土壤之中的虫卵般找出 那样自己在进行后续的搭建以及居住的时候就能更加的安全 这处山洞较为隐蔽 即使是身上明亮的火堆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 也许在这里就不会受到那些当地小流氓的骚扰了 地基的找坪已经结束 小黄也依然是利用打盹来消磨掉每天的时间 劈砍上粗细刚好的树干 一切可用于搭建的资源在周边都很是容易获取到 腿妹正是要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第三处居所建造出一个悬空于地面的床 因为毕竟这里是一处前后贯通的山洞 很多野生的动物甚至是小的猎食者还是会选择从此进来 提前做好安全的防护措施依然很是必要 树干的搜集已经结束 这些数量也已足够自己搭建出一处舒适的床榻 然而燥热的天气却是已经让腿妹的全身被汗水所覆盖 来不及休息 需要打造的东西还有很多 自己必须要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将其建造成可以居住的程度 否则剩下的时间很可能不足以让它寻找到今天的食物 比对出大致的长短 每一根也都要按照既定的距离分割成小段 完全由生铁锻造而成的柴刀经久耐用 它也是支撑的腿妹独自在这山林中生活的唯一力气 两根支柱已经完成 用力地夯入地面 自带分叉的顶端将会让整个床榻拥有天然的固定 添加上横梁 上层的床板只需要一根根的紧密排列就即可完成 腿妹躺在了上方 虽然左右的空间略显拥挤 但只要稍微的倾斜一点也依然可以保证舒适的睡眠 睡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用于封堵住洞口的栅栏却还需要继续地制作 只有将其围挡成独立的空间才能算作是一处合格的庇护所 直接地就地取材 这种拥有着一定硬度的灌木液晶就可满足要求 并且它们的获取也要比毛竹轻松和方便上许多 一大捆几十根的数量已经足够 先用两根插入地面标定出大门的框架 上方额外地捆绑上一根横梁 它既可以将门框固定又可以作为即将要进行搭建的围栏的格档 当然 鉴于洞口的高度 腿妹又在中间的位置处额外地添加上了一根 接着只需将剩余下的液晶一根根的并排插入地面 用于固定的连接处再用藤条进行捆扎 一个多小时的持续 这处全新的庇护所就已初步地完成 衣衫为一以洞为门 称其为单身公寓貌似也毫不为伍 将席子泼好 后方的石台也刚好可以用于放置杂物 然而时间已经不早了 腿妹拿上了弩弓 自己要利用剩下的时间去到山林中碰碰运气 一路地仔细搜索 目光所及的范围内腿妹着重地观察了空中的位置 现在的时间已经快要接近傍晚 不论是零鸟还是其他的飞行类生物 已经逐渐地开始寻找今晚能够过夜的地步 这处的斜坡地面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这也说明了附近肯定会有园机在此逆时 仔细地寻找 周边遍布的痕迹也说明了至少近段时间 这里是他的领 被灼开并散落的野火 看来此时这个小家伙很可能就在附近 再次地抬头看向山坡的方向 完全压低了身子的腿妹 貌似是有的发现 果然是一只园机 此刻的他正躲藏在树枝之上 镰刀状长长的围鱼很是漂亮 他的位置刚好在灌木丛的上方 这是他在夜晚将临时躲避天敌的唯一手段 低头弯腰地缓慢前行 腿妹找到了最佳的射击位置 随着连续的好几箭的射出 终于是在第四箭时将原机击中 赶紧地上前追赶 由于距离较远 腿妹并未能将其一击毙命 小家伙仍有力气做出最后的殊死一搏 然而一处浓密的草丛最终 还是阻挡住了小家伙逃跑的脚步 他已被成功地捕获 腿妹很是开心 重新乔迁新居的自己 又可以美美地大吃一顿 转眼森林已经完全地昏暗 腿妹照常性地升起了火堆 火光位于山洞之中 洞口也有栅栏遮挡 这让隐蔽性有了很好的保障 争主的山泉水已开 漂亮的原机也即将迎来皇帝的新装 大口的啃食 只有用力地撕扯 才能将这香喷喷的原肌肉 化为补充体力的营养 随着第二日清晨的来临 刚刚定居在此的腿妹 还有其他的工作需要进行 继续地劈砍上树干 自己还要在山洞中 打造出一处方便于进食的餐桌 一小捆的数量已经足够 它的制作方法和床榻的搭建 几乎相差无几 削割出最为粗壮的四根支撑 依次地夯入地面后 就可形成大致的框架 它的位置紧临床边 如此便可减少在制作出一个板凳的体力 当然对于桌面而言 为了尽量地清洁 腿妹也是将树干的表皮 全部地进行了去除 随着藤条的一根根的滚杂 漂亮且平整的桌面 就已完整地呈现在了眼前 精致地编织花纹 这样的一个小餐桌 也不得不让人佩服腿妹的心灵和手巧 继续地穿梭于丛林之中 食物的获取仍然是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然而就在腿妹经过一处斜坡 并脚下一滑之时 偶然的一个抬头 却是发现了食物的所在 一条青色的辣条正盘踞在了枯叶之上 她也发现了腿妹的到来 用树枝进行尝试性的试探 小家伙在感知到危险后 也是本能地选择了逃离 见此情形的腿妹也是 直接地抓住了尾巴将其转捂 然而就在自己想要 进一步地将其控制之时 一个意外却是瞬间地发生了 小家伙直接地回头一跑 他紧紧地咬住了腿妹的手指 由于画面可能会设计规则 所以小编也不得不将画面 进行全程地处理 不过好在经过判断 这个小家伙并不是毒性很强 腿妹也只是用树叶 将伤口进行了简单地处理 等到腿妹再次地返回到庇护所后 一顿焦香酥脆的辣条烤串 就已放置在了刚刚搭建好的餐桌之上 腿妹吃得很是投入 香味也是从口腔蔓延到了整个身体 也许这处全新的庇护所 真的能够让自己迎来不被打扰的山林生活吗 精心设置的陷阱捕获到了野猪 然而经过查看以后 却是发现这并不是野生的品种 那么这个小家伙的命运又究竟会如何呢 新一天的来临 趁着早晨的清爽腿妹再次地来到了丛林之中 自己的庇护所还插上一个门 前后贯穿的山洞在夜晚的时候 还是会让人感觉有些寒冷 它要利用上午的时间来将此问题解决 为了保持整体的统一 所需要的搭建材料 依然是这种拥有一定硬度的植物叶井 它们在山林中并不难找学 劈砍上足够的数量 只需要简单的加工 就可将用于阻挡的大门制作完成 重新地回到庇护所 虽然早晨的气温略低 但是腿妹的额头却依然是被汗水浸湿 先理对好大致的高度 接着再将所有的液晶切割成相等的长度 摆放好框架 利用藤条的外皮当作捆绑的材料 不但便利于操作并且韧性 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采用精巧的花形编织手法 这样的方式既能保持美观 又能让牢固性得到最好的保障 一根一根的添加 液晶间的紧密相连 在拥有较小通风的同时 还能保持绝对的平整 当然 作为总是会被多次移动的大门而言 腿妹则是进行了上中下三处位置的可扎 一个多小时的持续 一扇平整的大门就已制作完成 不论是自己外出狩猎之时 又或者是晚上休息以后 她都可对自己的居所 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 转眼时间以至下午 腿妹仍然需要为了今天的食物获取 而继续地穿梭于丛林之中 浓密的灌木阻挡住了直射的阳光 这也让腿妹享受到了一段时间的清凉 然而就在她经过一片斜坡之时 杂乱的地面却是让腿妹看到了 寻找到食物的曙光 仔细地观察 周边被拔开的地面存有多处 并且在痕迹新鲜的同时 清晰的体印也是遍布在了每一处的坑洞之中 这是野猪所遗留下的线索 通过印记的大小 也可以看出她的体型貌似并没有到成年 沿着线索的一路追踪 腿妹大致地推算出了猎物的行进方向 劈砍上树枝 腿妹要在此设置上用于捕捉的陷阱 并且根据判断出的体型 触发式的弹射陷阱也最为合适 她不但可以将猎物捕捉 并且还能最大程度上保持她的存活 在瘦道的中间掏挖出浅坑 自带分叉的树枝在深夯入地面 削割出尖头 调整好提供弹射的利弊方向 她的力量足以抬起猎物的一条腿 即使树干被从地面拔起 但是只要是拖着她也不会逃跑得太远 顶端系上藤条 中间的位置处在用短置档座可以维持固定的装置 两根横梁的上下卡扣 可自由伸缩的圆圈在整体的覆盖住坑口 如此 一处精尿地出发时弹射陷阱就已彻底地布置完成 当然 为了尽量地消除掉自己所残留下的气味 利用枯叶和带有叶片的树枝布置好周边 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继续地向着坡上前行 不论是否能够捕捉成功自己 都要先解决今天的食物问题 然而才刚走上没多远 腿妹却是再次地发现了野猪所遗留下的线索 这处痕迹看上去更新 她貌似在此刚刚密室不久 毕竟就连被咬断的树根结面都还保持得非常新鲜 很可能是同一只也可能是不同的种群 不过为了尽量地增加狩猎的成功性 腿妹又再次地在这处设置上了相同的陷阱 看来这次的自己很大程度上又将会收获到充足的食物 又是一棵无花果树 靠近根部的果实已经成熟 今天的自己也只能是依靠着他们来为自己稍微地补充上一点体力 再次地回到庇护所 为了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腿妹决定早早地入水 随着第二日清晨的来临 才刚刚到七点钟的腿妹就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查看昨日设置下的陷阱了 那里距离自己的庇护所还有接近半个小时的路程 然而就在腿妹才刚刚走到距离陷阱不远处的斜坡之时 一声清脆的猪叫声就瞬间钻到了自己的耳朵里 赶紧地奔跑 陷阱果然已被触发 一只野猪的后腿已被藤条牢牢地拴住 不过就在腿妹进一步地控制住小家伙后 她才意识到这压根就不是野猪 她的体型太瘦 这很可能是从当地村民在山林中所建造的农庄中逃跑出来 她就是一头最为常见的跑山猪 直接地扛上肩膀 鉴于是非常好饲养的品种 所以腿妹并不打算将其作为食物 自己要将其圈养起来 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牲畜群 重新地回到庇护所 自己居所的旁边就有一处拥有着自然遮挡的山洞 将小家伙的后腿重新地捆扎好 在防止其逃脱的同时 自己还要在此处临时地搭建起一处圈养的猪舍 随着第三日清晨的来临 腿妹已经来到了前段时间所设置上的陷阱旁 虽然自己捕获到了跑山猪 但是食物的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解决 然而更为可惜的是 这些设置于好几天前的陷阱 确实直到现在都没有过任何一次的触犯 重新地返回庇护所 自己要带上母工重新地寻找其他的机会 然而就在腿妹回到庇护所时 眼前的一幕更是差点让她崩溃 房屋被完全地破坏 餐桌也已被掀倒 经过仔细地寻找后 小黄也已不见了踪影 门口有清晰的血印 就连自己昨天刚刚捕捉到的小猪 也是被一起地偷到 看来自己的小黄也是凶多吉少了 腿妹尝试着追踪 然而这偌大的山林中 压根就无法确定出小偷的出逃方向 这些坏人三番五次地抢劫偷到自己 这次更是连人都没看到 接下来的腿妹又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溪流中偶遇外出溺食的巨细 她的体型已然超过一米 面对如此的凶残捕食者 只有孤身一人的腿妹又究竟该如何处理呢 还为在此居住上几天的庇护所以被全部的损坏 这次的腿妹损失惨重 这里也不再安全 收拾好所有的行李 为了逃脱那些当地小流氓的骚扰 腿妹决定再次地迁徙 前两天熏制的竹笋 将他们一起带上至少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后顾之忧 拿上武功和捕育器 有了他们的存在自己的狩猎机会就能多出很多 山林之中的穿行 腿妹必须要尽快地寻找到下一处可以定居的场所 这里位于小型瀑布的底层 潮湿的环境是很多猎物都乐于躲藏的地方 并且这里还是一处废弃的河道 隐藏在其中的资源也能更好地支撑起以后的生活 新的居所腿妹就决定建造在这里了 先清理干净周边所有腐烂的树叶和杂草 这样细小的溪流中会是很多野生泥丘以及山泉蟹的密室区 先用石块堆积起一道滴雁 它不但可以让水流聚集到主干 并且自己所要搭建的庇护所也就有坚实的基地 毕竟房屋不能搭建在水里 此次的设计是要让它腾空地横架于这条小溪之上 这里的地势陡峭 虽然自己的狩猎以及进出会比以往多费些精力 但是相对于那些总是骚扰自己的小流氓来说也同样困难 如何守住自己的食物也是现在的腿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两根的数量就已经足够 它们只是起到架起框架的作用 而对于庇护所的主体而言 此次的腿妹则会选择使用毛主 不仅仅是因为它有良好的承重 更为主要的是其不会轻易地腐烂 并且周边也很是容易获取 十几根的数量就已经差不多了 较细一点的杆头位置也需要全部的去掉 比对好大致的长短 全部的劈砍成小节 将木桩的横梁摆放好在河道的两边 接着再将竹筒一根根的纵向排列齐上 最后再用竹片固定住两边 如此 一处悬空于溪流之上的搭建基底 就已彻底地制作完成 而对于庇护所的造型来说 腿妹则是选择了完完全全的倒闭性设计 只需架起前后的两根三脚架外加一根 用于固定的横梁 庇护所的整体大小以及框架 就已确定出了大概 最后只需用被一分为二的竹片 就即可构造出两侧的墙壁 当然 为了应对这里过于潮湿的环境 腿妹的处理方式可谓是教科书式的教学 将互为半边的竹筒两两的进行组合式的镶嵌 就即可保证雾气所形成的水滴不会渗透进室内 虽然表面上看彼此之间仍然存有缝隙 但是所凝结出的水珠 确实会顺着凹陷的竹筒内壁全部的流向地面 近五个多小时的持续 这处全新的庇护所终于是初步地完成了 然而此时的山林却是已被黑夜完全地笼罩 穿上靴子戴上头灯 今天的食物问题就可在这条穿行而过的溪流中解决 沿着河道的仔细寻找 每一处的石缝中都要彻底地掀开查看 山泉蟹会躲藏其中 一点点地向着上游前行 每经过一个阶梯就会自然形成一处拥有积水的小水坑 那里往往都会有西域或者螃蟹隐藏于此 然而就在腿妹还在专心致志地仔细寻找之时 前方发出的声响却是立刻地就引起了自己的警觉 赶紧地将身体压低 头灯射出的光亮处却是不免地让她心头一紧 竟然是一条体长超过一米的巨细 这里潮湿的环境以及潜水区刚好适合她的觅食 利用灯光的仔细观察 强而有劲的四肢以及锋利的爪子 可以帮助其翻越各种地形 这个大家伙貌似是发现了腿妹的存在 她停下了脚步 然而面对这样的劣势者 只有孤身一人的腿妹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选择了赶紧地离开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毫无优势 万一被咬到导致伤口的感染 那就很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赶紧地返回到庇护所 相比于饿肚子来说安全更加地重要 然而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中 以后的腿妹又是否会遭遇到更加恐怖的存在 漆黑的溪流中是什么将她下雨呢 精心制作的陷阱 在经过细心的设置后又是否能够狩猎成功呢 新一天的来临 腿妹再次地向着毛竹灰砍出了柴刀 今天的她就要利用他们来打造出用于狩猎的陷阱 前段时间一直所使用的石块陷阱 并未给自己带来实物 这也是迫使着腿妹不得不进行改变 虽然即将制作而出的陷阱 很是繁琐并耗费精力 这些毛竹的粗细是经过仔细挑选的 太细或者太粗都将不利于操作 重新地回到临时基地 先按照心中所设想的大小 将其全部的劈砍成短节 接着再预留出带有缺口的异端 靠近它的竹身部分在削割出贯通的缺口 只需如此地简单改造 一套制作陷阱的主体部分就已完成 继续地分解出竹片 为了保证触发的灵敏性 每一处的表面也都要处理得尽量平整 它将会被作为提供弹力的粒笔 而继续修整而出的这些较短一些的竹片 则是在经过组装以后成为夺命的力气 所有的材料都已准备完毕 陷阱的组装也是迎来了正式的开始 将较短的竹片两两一分 一端再用藤条捆扎结实 穿过竹筒的缺口 特意预留出的足够长度的藤条 再从竹筒的顶部贯通 安置上弹射的立笔 在其弯曲的同时再用藤条扎结 如此 这套触发式的断头台陷阱 就已将主体部分完成 最后只需在上方用短的竹签贯通 设定好固定的方式 以及触发的衡量 就即可将其彻底地完工 它的威力强劲 不论是山鼠还是松鼠 又或是任何一种 可以从底部通过的猎物 都将没有任何可以逃脱掉的机会 两个多小时的持续 腿妹已完美地组装出了四套 穿梭于巨大的石壁旁 选择可能会有山鼠经过的地点 才能尽量地提高成功率 这里的角度合适 并且土层上也有山鼠从此经过的找痕 将断头台固定好 腿妹也是进行了最后的测试 自己务必要保证 每一处都可轻易地出发 为了确保猎物只会从底部通过 腿妹依然是用遮挡物 阻挡住了旁边可以通行而过的区域 继续地寻找 越为潮湿的地方成功率就会越高 再次地设置上第二处 这里的崖壁还在持续地向下滴水 山鼠要从此经过 只会选择贴着石壁前行 四处的陷阱已经全部地设置完成 无论是地点的选择 还是遮蔽物的遮挡 每一处腿妹都做到了足够的仔细 然而是否会有收获 却依然需要交给时间和运气 继续地穿梭于山林之中 自己还要找寻到 可以解决今天饿肚子问题的食物 一颗还未盛开的芭蕉花 她也是自然女神的绝佳馈赠 直接地劈砍断芭蕉树 她所在的高度自己压根就无法企及 寻找到掉落而下的芭蕉花 而对于这串还尚未成熟的芭蕉串来说 腿妹还并不太感兴趣 她会自然地腐烂并重新地回馈给自然 再次地回到庇护所 腿妹用石块临时地搭建起了一处户外厨房 点燃上火堆 拿出蒸竹所需的铁锅 山泉水旁地仔细清洗 只需将表层的几片已经老化的叶片去掉 剩下的就都可进食 为了让其能够尽快地成熟 腿妹也是大致地切割成了四等份 半个多小时的等待 一份虽然无味 但是却足以填饱肚子的水煮芭蕉花就已完成 大口的啃食 只有孤身一人的山林生活并不容易 不过只要不再被那些流氓骚扰腿妹 却依然很是享受 转眼黑夜已将山林完全地笼罩 只是吃了一个芭蕉花的腿妹 并未能将所有的体力补充 趁着夜色拿上捕鱼器 鲜嫩的细鱼仍然会是不错的选择 继续逆流而上地仔细寻找 腿妹终于是发现了让她开心的食物 十足鲜嫩且大补的山泉水泥丘 然而就在自己享用捕鱼器设计之时 由于时间以及湿气的腐蚀 却是让其直接地锻炼 腿妹感觉到了一丝的烦躁 无奈的自己也只能是用柴刀直接进行敲打 不过好在这里只是一条小的溪流 每一处的水位都并不高 朝着上游地继续探寻 接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却是仅仅只收获到了不到失调的数量 那么是否有老铁觉得这泥丘 也是道具组提前放下去 小编只是觉得所有的事情不要去较真 真正真实的又能有几个呢 绝对真实的压根就拍不出来 捕捉到的数量并不足以 让自己来上一顿丰盛的宵夜 腿妹想要继续地寻找到更多 然而就在她来到一处小水坑之时 猛然间的一个抬头 却是瞬间吓得自己连声尖叫 这里竟然匍匐着一条尚未成年的森林巨蟒 不过她却好像待在这里一动不动 为了确定她还是否可以正常行动 腿妹用树枝进行了试探 感知到了危险的巨蟒开始蠕动身体 经过仔细地观察 原来这条小蟒蛇只是在此处褪皮 现在的她很是虚弱 所以才没有对腿妹主动地发起攻击 当然 鉴于她还只是个小家伙 所以腿妹也只是将其驱赶 并且并未伤及性命 这是每个进行野外生存的人 心中都会遵循的法则 沙大放小 重新地回到庇护所 这些鲜嫩的山水泥丘足以让自己睡上美美的一觉了 直接地蒸煮 等到水开就即可进食 十几分钟的等待 这是腿妹近段时间少有的夜宵 然而接下来的生活又是否会像今天一样平静呢 精心设置的陷阱捕获到了大个头的野生山树 下着大雨的黑夜 却被一个男人赶出了遮雨的庇护所 凄凉地待在角落发抖 无奈的自己也只能是寻求丈夫的帮助 然而腿妹独自一人的山林生活会迎来终结吗 新一天的来临 清晨的山林已被大雨覆盖 为了应对这种突然而至的情况 腿妹必须再次地对自己的基地进行应对的改造 自己要搭建出一处可以遮蔽雨水的厨房 否则即使捕获到猎物也无法正常地生气火堆 石块堆砌起靠近河道的一边 中间的位置也要用泥土夯实找平 如此便可阻止因降水较多而可能会带来的水流冲击 劈砍上树枝 用它们来作为整体的支撑将会更加地牢固 削割出尖头 按照整理的地基大小再在四角分别地处理起支撑 添加上横梁 捆绑好用于铺设柄棚的框架 稍微带有一点倾斜的角度 就可以很好地帮助滴落而下的雨水的排出 最后再用硕大的芭蕉叶进行紧密的排列 如此 一处简易地开放式厨房就已完成 近两个小时的忙碌 腿妹也该去查看一下昨天一早就设置下的陷阱了 四处触发式的断头台应该可以为自己带来收获 然而可惜的是第一处就给了自己一个下满威 周边没有任何猎物经过的痕迹 继续地向着第二处走去 看着已被触发的陷阱 腿妹心中的担忧也是瞬间就减轻了许多 这处陷阱不但有了收获 并且还是一只并不太好捕捉的野生松鼠 她在陷阱触发的瞬间就被轻易地结束掉了生命 重新地设置好 这里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猎物 而等到腿妹来到第三处的陷阱时 心中还仅存在的一点担忧 顿时就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只体型还算不错的野生山鼠 即使最后一处的陷阱毫无收获 那现在的两只也足以让自己度过惊天了 重新地回到庇护所 搭建好的厨房也是迎来了第一顿野餐的制作 火堆上烧光体毛 如此的处理方式在野外最安全也最为方便 山泉水旁的仔细清洗 经过烘烤后的山鼠表皮已经略有酥脆 用手一点点地四扯成小块 已经五分熟的山鼠肉只需经过简单的蒸煮就即可进食 十几分钟的等待 一份红烧大老鼠终于是可以让身体补充到必须的蛋白质 腿妹啃食得很是香甜 毕竟自己已经好多天的时间都没有吃到过如此香喷喷的肉款 然而就在腿妹已经进入了梦乡之时 突然而至的大雨却是和黑夜同时笼罩住了山林 于是并不算小 之前浅浅的溪流也开始逐渐地奔腾 自己的住所搭建在河道之上 腿妹必须要提供警惕以防止可能的意外发生 铁锅和厨房全都被小谷的山虹冲击到了杂质烂叶之下 赶紧地收起来 要是真的被冲走了那自己就将会失去烹饪的机会 逐渐堆积起来的树枝也要全部地清理 它们会让自己庇护所旁边的水位越来越高 只要让山虹保持顺畅的流淌应该就不会有太多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东西自己已经全部地处理结束 再次地入睡 希望一觉醒来以后明天的山林一切都能恢复正常 然而就在腿妹再次地进入到梦乡之时 一个陌生的男人却是出现在了自己的身旁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 腿妹也是瞬间就从睡梦中惊醒 持续不停地降雨让她顺着溪流想要下山 刚好经过腿妹的庇护所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避雨之处 她威胁着腿妹将此处让出来 在面对力量的悬殊以及周边的环境 腿妹不得不选择妥协 收拾好所有的行李 陌生的男人还在外边不停地催促 赶紧地逃离 然而还在下着雨的漆黑森林自己又究竟能够去到哪里呢 一处岩壁前 虽然这里并未形成天然的山洞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森林中 自己也只能是暂时地滚藏在这里 紧紧地抱住身体 腿妹要在寒冷和担惊受怕中度过这艰难的遗忆 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二日的下午 腿妹利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在一处山洞内简单地搭建起了床 自己并不是要居住在这里 她受够了不断被人骚扰的生活 腿妹向自己的老公昆泰求助 在收到求助信号以后的昆泰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腿妹生活的区域 收拾上所有的行李 自己已将农庄打造出了大致的轮廓 她要让腿妹和自己一起共同回去经营农场 往后的剧情相信很多老粉都很是清楚了 然而腿妹独自一人的山林生活就会至此迎来终结吗 明天我们共同期待